詞曲 李宗盛 無盡似秋月 彼看琴舷節 无堪地乱 教我如何说 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 在当贵飘香的中秋佳节 吃月饼赏明月 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习俗 小时不识月 枯作白玉盘 又以摇台镜 飞在青云端 自古以来 月亮寄托着人们无限美好的家想 给予诗人骚客们无尽的创作灵感 在佛门中 佛陀也常借助月亮的书圣来讲法 如《华言经》就有一首祭语 菩萨清凉月 常有必尽空 众生心构静 菩提月现前 佛教认为 诸佛菩萨与众生都是同一个自信 不同的是 佛菩萨是觉悟之人 众生放不下的迷情妄念 分别执着 佛菩萨统统都能放下 恢复本来清净圆满的自信 犹如清凉皎洁的明月 行于虚空 自在无碍 光明普照 自信之德犹如明月 佛门中就有一位 以月光作为名号的菩萨 名叫月光菩萨 月光菩萨又称月静菩萨 月光辩照菩萨 他与日光菩萨同为 东方静流离世界 要师佛的助教 合称为东方三圣 在汉传佛教中 农历八月十五 也正是月光菩萨的圣诞 关于月光菩萨的来历 有多种说法 其中据 《佛说月光菩萨经》记载 在遥远的过去世中 菩萨曾是北印度 闲时王城的国王 名叫月光天子 月光天子受四万岁 具有天眼通和宿命通 能辨观一切 知晓过去未来 他相貌端眼 身体发光 就像天上的满月一样 明亮显耀 所以他的王号 称为月光 月光天子 富甲天下 乐善好施 他在王城的街道 和城门四处 堆积大量金银财宝 命人敲响金鼓 告诉众人说 月光天子大行不施 如果有谁需要什么 请尽管来拿 于是 人们都涌进王城 祈求所需 天子也兑现承诺 都一一满足 当时天子有两位丞相 一位名叫大悦 一位名叫池帝 他们智慧深远 以实善教化人民 是天子的得力助手 有一天晚上 大悦丞相 梦见一个猙獰的恶鬼 把天子头上的宝冠 抢走了 大悦一下子 惊醒过来 暗自思维 天子慈敏 不失一切 来者不拒 这个梦一定是遇事 由恶人来 要天子的头啊 不行 我一定要阻止 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 于是大悦用七宝 造了一个宝头 打算 如果有人 要天子的头 就用这个宝头 来代替 这样 既可以不为 天子不失的心意 又可以 保住天子的生命 同一天晚上 池蒂丞相 也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天子 四体分散 他惊醒之后 立刻召来婆罗门 占卜吉凶 婆罗门占卜之后 悲伤地说 梦的征兆 极为凶险 于是 有人从远方来 想要天子的头 那天晚上 所有的大臣们 都做了不祥的噩梦 第二天一早 大家 游心冲冲 议论纷纷 天子听到议论 坚定地对大家说 本王心意已决 尽我受命 不失众生 不会间断 这天 王城外面 来了一位名叫 恶眼的婆罗门 他正式准备 前来索要天子 头颅的那位恶人 恶眼之所以要这样做 是出于极度天子 他心想 现在月光天子 广行不适 凡来祈求的 他都埋怨 那我就找他 要他的头 看他给不给 正当恶眼 将要进城的时候 守护王城的天人 见他容貌丑恶 怀有杀心 已知他的来意 于是将他阻挡在门外 但是月光天子 已用天眼 见到恶眼的行踪 于是让大月 前去告诉守门者 放他进来 恶眼进了城门 大月问清他的来意之后 提出用七宝头 来换取天子的性命 却被他断然拒绝 大月无奈 只好带他来到天子面前 恶眼禁止 对天子提出自己的要求 并说了一首记忆字 菩萨至求无上志 安住罪圣清净法 愿垂慈敏速舍头 圆满贪度波罗蜜 月光天子听了 不惊不恼 反而欢喜地说道 父母所生不敬身 辱求我头欢喜舍 满耳本愿趁心归 令我速成菩提果 天子摘取王冠 便要截头 大月 池帝二位丞相 不忍心看见天子舍命 两人先行入灭 因为他们过往所重的善根 因缘故 往生到大凡天宫之中 百姓们听闻 天子要舍头的消息 纷纷奔赴王宫 悲伤泪流不已 天子就说法安慰他们 让大家都生起向道之心 恶眼见民众越来越多 怕引起民愿 于是要求天子在安静之处舍头 天子带着宝剑 与他一同来到僻静的 模拟宝宝宝宝园中 对他说 你来去本王的头颅吧 恶眼狡诈地笑道 大王如果舍头 自然是自行了断 如果让我守之利刃自取 那当然算不上不失之刑了 这时 护原的天人 忍无可忍地献身 出来骂道 你这个大坏蛋 月光天子悲悯一切众生 时时刻刻都想着利益众生 你居然为了一己的嫉妒之心 要害他的性命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月光天子制止天人道 你不要这样说 这样会障碍本王 圆满坛度波罗蜜的 你要知道 本王过去多生多世 常为国王 在此园中 舍了一千次头 当时 护原的天人 都没有障碍我 本王过去生中 作为萨朵太子时 也曾经为了救济恶护 而舍弃自己的肉身 以此功德 超越弥勒菩萨 四十节的时间 当时也有天人在场 他们也不曾障碍本王 所以 今天你应该发起随喜心 以此随喜的心念 可以获得殊胜的利益 这时 月光天子对着龙天护法 一切贤胜 发怨 本王今日舍头 不求生天作王 只为长旧 无上正等正觉 让未受佛法教化者 回心受化 让已受佛法教化者 可以速得解脱 让已经得到解脱者 可以趋向 究竟涅槃的彼岸 天子发完大愿之后 手势利剑 从容舍头 此举震动三千大千世界 虚空中的天人 纷纷赞叹 月光天子 荡德成佛 在这个故事中 主人公月光天子 正是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大悦 池帝二位丞相 正是佛陀弟子 摄利佛 大慕接连的前世 而恶眼婆罗门 正是后世 害佛不倦的 提婆达多 佛在《大方辩佛报恩经》中说 提婆达多 常怀恶心 毁害如来 若说其事 穷洁不尽 而如来 常以慈悲力 敏而哀赏 我已执欲提婆达多顾 速得常佛 念其恩 顾常垂慈敏 正所谓 静随心转 在佛菩萨眼中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难忍之 人能忍 难行之 事能行 才可圆满 菩提心悦呢 万事无辱 如退不休 本来无正义无休 明川高挂菩提月 静恋身在卓氏中 至此书生日 当感念菩萨之慈悲 诸佛之恩德 愿月光菩萨的 大愿慈悲力加持 所有病苦 悉数消除 遂发菩提心 修无上妙法 离苦得乐 吉祥如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